望显兰儿公子暗恋史 第八集 人也随便 可他这一剑入水之后 却再也没有出来 催动剑爵 再三回照 也没有任何东西从水里被照出 他那把剑竟像是被湖水吞了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名门生瞧着是个与魏无羡 他们差不多大的少年 试了配件 脸越来越白 一旁有年长的门生道 苏舍 墓下都没查清水里是什么东西 你为何擅自催剑入水 苏舍像有些发慌 神色却还算镇定 我见二公子也催剑入水 他没说完便明白过来 这句话有多不知深浅 无论是蓝王姬 还是碧陈剑 都不是旁人能敌的 蓝王姬可以在不明迪雾之时 召剑入水无事 其他人却不一定 他脸色苍白里又透出些羞耻的红 仿佛受到了什么侮辱 瞅了蓝王姬一眼 蓝王姬却没看他 凝神望水 须于 碧陈再次出窍 这次健身并没插入水中 而是渐渐一挑 将一片窜过的黑影 从水底挑出 湿淋淋黑漆漆的一团扑通一声 摔在船板上 竟然是一件衣服 魏无线点起脚看过来 顿时笑得险些一头在溅河里 他道 蓝湛 你好厉害 我第一次看到桌水鬼把水鬼衣服扯上来的 蓝王姬暗自盘算着 要不要一剑 把那火抽下水去 随即收回心神 仔细查看碧陈的剑尖有何异样 他习惯先办正事 断然不能乱了心神 于是不去理会魏无线 起料被江城钻了空子 他道 你闭嘴吧 刚才水底游过来的 确实没有水鬼 只有一件衣服 魏无线当然也看清了 他只是不逗蓝王姬两句浑身不舒服 道 刚才溜来溜去的 就是这件衣服 怪不得网抓不住 剑刺不中 形状变来变去 可一件衣服 总不能吞掉一把仙剑 这水里肯定还有还有别的东西 此时 船只已飘至碧陵湖的中心 湖水颜色极深 墨绿墨绿 忽然 蓝王姬微微抬头 道 现在立刻回去 蓝西辰道 为何 蓝王姬道 水中之物是故意把船引到碧陵湖中心来的 话音刚落 所有人感觉船身猛的一尘 水流迅速蔓延入船 魏无线忽然发现 碧陵湖的湖水已经不是墨绿色了 而是接近黑色 尤其是接近湖中心的地方 四周不知不觉生出了一个巨大漩涡 十几只船都顺着漩涡正在打转 边转边往下沉 就像要被一只黑色的鞠嘴吸下去 出窍声蒸蒸响响成一片 个人陆陆续续遇见而起 危险关头 蓝王姬下意识地靠魏无线进了血 虽然心知这次应当不至于关键时候掉链子 但就他那飘忽不定 不按牌里出牌的性子 还是不能大意 果然 魏无线已升到空中 忽然折了回去 看得蓝王姬大惊 扶手下望 却见那名驱剑入水的门声 宿舍站的船板 已被吞下了碧琳湖 他双吸过水 满面惊慌却也没出声呼救 不知是不是吓到了 只见魏无线不假死索一弯腰 一伸手 抓住他的手腕 拖了起来 多待了一个人 他脚下健身陡然一沉 蓝王姬下意识地就要飞过去拽他 却见他已经稳稳地升了起来 蓝王姬止住往魏无线方向飞行的动作 心下松了口气 看来他那把剑 是以灵动为主 力量却并不突出 可没上升多久 就见魏无线的身形陡然一歪 像是被一股大力往下拉扯 险些将他拉了下去 这时蓝王姬因为刚刚心虚 飞得远了些 当下惊得脸都白了 宿舍的下半身已没入湖中 那个黑色漩涡里 漩涡愈转愈急 他的身体也愈沉愈深 仿佛什么东西潜伏在水底 正抱着他的腿往下拖 江城原本踩着他的三毒 好整以侠地升到湖面上空 二十丈左右的高空 低头一看 满心不快地冲下去 道 你又在干什么 江城太清楚魏无线的实力 他绝不认为魏无线会应付不来这点状况 却没想到纳斯居然几番折回去 还要去救别人 从碧灵湖里传来的吸力越来越大 魏无线这把剑盛在清零奇巧 恰恰若在力量不足 几乎生生被压到了逼近湖面的低空 他一边稳住身体 一边双手并用拽住宿舍 喊道 谁来搭把手 再拉不上来 我可要放手了 蓝忘机飞快地折回 出手如电 迅速抓起魏无线的后力 将他腾空提了起来 魏无线扭头看向蓝忘机 后者早已飞快地转了目光 若无其事 甚为冷淡地看向别处 这时 魏无线道 蓝湛 你这件力气挺大的啊 谢谢谢谢 不过你为什么要揪我的领子 拉着我不行吗 你这样我好不舒服 我把手伸给你 你拉我吧 蓝忘机瞥了眼他那双 刚刚拉过宿舍的手 冷声道 我不与旁人触碰 魏无线道 我们都这么熟了 还算什么旁人呀 蓝忘机道 不熟 魏无线一脸受伤道 哪有你这样的 蓝忘机心中一动 正带说什么 江城也飞了过来 骂道 哪有你这样的 被人揪着领子 掉在半空中的时候 能少说两句吗 一行人遇见迅速撤离碧林湖 落到岸上 蓝忘机放开 还抓着魏无线后领的右手 从从容容地转身 对蓝熙尘道 是水行渊 蓝熙尘摇头 这便棘手了 彩衣镇一带的人都熟安水性 从来极少有沉船或落水才是 这附近不可能养得出水行渊 既然水行渊再次出现了 只有一种可能 它是从别的地方被赶过来的 水行渊一旦养成 那便是整片水域都变成了一个怪物 极难出去 除非把水抽干 打捞干净所有沉水的人和物 暴晒河床三年五载 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 不过 却有一个损人利己的法子 可以解一时之忧 一方之患 那就是把它驱赶到别的河流和湖泊里 叫它去祸害别处 蓝忘机问道 近日有什么地方受过水行渊之扰 蓝熙尘指了指天 他指的不是别的什么 正是太阳 魏无羡羽将成对视一眼 心中明妙 齐山温氏 仙门之中 大小世家 兴罗其部 数不胜数 然而在此之上 有一个绝对凌驾于他们的庞然大物 齐山温氏 温氏以太阳为家闻 亦与日争辉辉 与日同寿 仙赴占地甚广 可比一城 名为不夜天 又称不夜仙都 据说城中无黑夜 说它是庞然大物 因为无论门生人数 力量 土地 仙气 其他家族都是望尘莫及 没有能与之抗衡者 不少修仙之人 都以畏惧温氏客经为无上荣耀 以温氏形式的风格 彩一阵的水行渊 极有可能就是他们赶过来的 虽然已知此地水碎根源 众人却反而默然了 若是温家人干的 无论怎么控诉谴责 也是于事无补的 首先他家不会承认 其次也不会有任何补偿 一鸣门生不愤道 他家把水行渊赶到这里来 可要海残彩一阵了 若是水行渊长大了 扩散到镇上的河道里 那么多人 就会天天都在一个怪物身上 想讨生活 这真是 太上这种别人扔过来的疑难杂症 姑苏兰氏从此以后 必然麻烦不断 兰西尘叹道 罢了 罢了 回镇上吧 他们在渡口上了新船 朝镇中人口密集处划去